我们这个人像 就以这个身体来做别人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肯定不一样 不是一个我 前一个小时的我跟现在这个小时的我不是一个我 同样一个道理 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不是一个我 再跟你说到究竟主 前一念的我跟后一念的我不是一个我 你到哪里去找苦啊 然后你才能体会到弥勒菩萨讲的这个意思啊 叶探知 三百二十兆 三百二十兆分之一的我 跟三百二十兆分之二的那根果不是一个我 你这才能恍然大复 佛讲的话是真的 无我像 不但我像没有啊 我见也没有 金刚经前半步破四项 后半步破四季 四季也没有啊 这样你慢慢才能够其辱 只管不二 尽知 明晰 尽是尽皆所觉的 知识 知识 智慧 能处 没能转世成智 这个决信 是从阿赖也里头生的 专世成智了 你这个志是从自信里的生 自信就是大乘经上讲的 不如智慧 这个境界非常非常威胁 你怎么个观法